Hello 欢迎收看今集的智库创梦 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就是现在拥有超过30间 连坐餐饮的老板和负责人 Kelvin和我们聊一聊 其实现在疫情下 餐饮业的情况是如何 也很想探讨一下 他为什么会接触到餐饮业 因为我当初和Kelvin聊天的时候 其实都了解他的背景 和饮食业都相差很远 因为本来是读法律出身 法律的高财生去到做饮食业 其实当初也挺好奇 其实你本身学过专业 和你现在做一个很成功的事业 是挺不相关的 其实当初你是如何去接触到 饮食业和对这东西产生兴趣的呢? 你好 这个就是我的名字 当初本身大学毕业 在写字楼做了几年 然后就打算创业 创业就从自己兴趣出发 其中一件事发觉自己 第一个生意的拍档都挺饵食的 所以就想到不如试一下做饮食吧 饮食业看字简单 实际上当然不简单 但是从兴趣出发 和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 然后从无尴门葡萄去入了饮食业这一行 当初在创业的时候 你特别是饮食业这一行 你看到浪手乐队做的时候 你觉得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 最大的难题 首先本身饮食业也很辛苦 很辛苦 工作时间长 牵涉的细节多 体力劳动也有 用脑的地方也有 最难就是基本上是刚才说了 另外本身我是写字由文人出身 去接触一个不熟悉的行业 尤其是餐饮业 那个转变大 无论是心理上 生理上都比较难接受 突然间有一个坐定定看着电脑 去到要在厨房 楼面 厅面 接触一些不同的公众 那时的心理转变就非常之 差异比较大 都用了一段时间去适应 那你是不是当初一开始做餐厅时就已经成功了呢 因为现在Kelvin是金记冰室的负责人 其实金记冰室应该大家都会很熟悉 可能全街都容易见到 大约现在分店已经超过30间了 但是听你当初开始经营 餐饮业的时候都未必是这么顺利的 当初不顺利是正常的 因为本身我自己 文人出身 哈哈我拍档都是一个文人 他本身之前是在Ibank做的 两个大学同学 两个对餐饮业都不认识 这样跳进来 那变了很多东西从白纸去摸起 那变了你做开那一行 他继续做 你就会觉得很顺利的嘛 本身创业都很难的啦 还要我们去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世界 那变了走路就走了很多冤枉路了 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那个发展说 我们如果以后要跟供应商订一些肉 豬扒 牛扒那些怎样去处理呢 那我们上网找 我找了几间动用公司 我就打电话去问 你好啊 我想问如果我想跟你订货呢 要多少天之前 打电话来订货呢 他说 早一天咯 如果你赶的今早打来 下午都能送给你的 这间店在哪里 那我就回答他 不好意思我店都没租 就是这样的例子就告诉你 你真是一个外行人 他接了一门生意 你是要撞很多板 如果很多 我刚才叫做 其实这个问题也挺白痴的 别人落单的人都笑我 嗯 其实可以用什么的原因 是令到原来的一行完全不懂的 但是你都明知可能过程中都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有什么原因是令到你这么大的决心 你要坚持下去 要做到成功为止呢 哦 第一就是通常肯創业的朋友都有团货 通常那条货 那条货当时还没有熄 第二就是那时候都年青 那还要跟自己讲给三年时间自己去试一试 那三年不要說成功 起碼先顧著 三年之後你未失敗都算成功 給了一個時間自己 趁自己年輕 情況還未適 所以就勇往直前 一鼓作氣去搞 當時要慢慢做起來 是不是什麼都要你下手去做 全部都是 包括廚房 樓面 廁所 清潔 收銀 下單訂貨 搬運 收貨 全部都做過了 飲食業很多時候聽到大家說要出牌 其實出飲食牌 那時候我們都沒有找顧名公司 我們自己去出的 為什麼我選擇自己出牌呢 不是說我想省錢 是我想透過過程去學習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創業了 什麼都不懂 反而我真的想每樣都了解清楚 我以後真的如果那個事業發展到一定軌道 起碼我曾經每一個崗位 每一件事我都知道過 碰過 看過 去跟同事 或者跟拍檔溝通都比較容易一些 明白 好像現在金記冰室那樣 本來都不是說你自己創出的品牌 是後來接手了 原本已經都有一定歷史的金記冰室 50年了 當初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決定呢 我原本第一個創業就做飲食 其實當時做西餐的 就是墨西哥菜那時候我做 做了兩三年就遇到瓶頸位 其實一直自小都對茶餐廳的感情都比較深 尤其是香港人 我想大家都來不開茶餐廳 一直都很想去沾染這個市場 但內行我自己的經歷 我的專業都不是這個範疇 你說要做也不是那麼簡單 《機緣巧合》那時候就認識了幾個朋友 本身在餐飲中很有經驗 也剛巧其中一個 我現在的拍檔 他就住在金記冰室的前身位置 就是收基灣的街坊 也知道金記冰室要準備結業了 因為後繼無人 租金高期 跟上一代的老闆陳柏惟談 談成了 終於用誠意打動了他 把招牌交給我們去接手 但是交給我們那時候 除了招牌就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那間店已經被業主收回了 我們事隔一年後就 領域選址在另一個地方重開 我很好奇 你那時候差不多是從零 只有招牌開始 其實你是憑著什麼方法 或者什麼經營模式 可以令到現在有超過30間的分店 第一 我覺得團隊很重要 團隊包括了什麼呢 團隊包括了拍檔和同事 我自己總結了我第一次創業的經驗就是 我和我的拍檔大家都來自同一個背景 認識的東西都差不多 變成了大家沒有那個互補 沒有那個互補的優勢在這裡 但是反觀現在我自己看到我現在的拍檔 因為他們可能是 他們參與的經驗真的遠遠比我強的 但是可能你說牽涉到寫字樓的工種 例如財務、活計、人事等等 我可能會給他們優勝一點 但是大家就可以互補長短 變成就發揮了一個功用 還有在餐飲這個行業 始終你的人物、自食、經驗 其實都很重要的 變成就可以走快兩步 就不像我當初那樣 就像我當初那樣訂購 我都是連店舖都沒租走 就去浪費時間去找資料 但是現在就有很多東西 就是有了我之前兩三年的財務經驗 然後就有了我現在拍檔 他們本身的這行的優勢 和他們的知識 變成我覺得那個發展會比較順利 我記得之前跟你談的時候 多印象深刻 你也有遇過一次很大的板 就是又遇到一個很大的挑戰 你會不會介意分享一下 第一個挑戰就是 我第一次在創業的時候 那時候我做那個墨西哥菜 我就發覺原來我回來香港做這個菜式 靠自己雙手去煮是未必夠的 你知道煮一碗公仔麵 和煮一百碗公仔麵是兩回事 決定要上網找個墨西哥直廚師回來幫幫忙 然後就請到他來香港 然後就發覺原來要上班是要工作簽證的 所以就幫他申請 但是中間就擺了一個大烏龍 因為申請過程中他都依然會留在香港 跟政府相關的部門發生了一些誤會 他就以為他留在香港工作簽證 然後就惹了單位官司 就是請非法勞工 結果我的廚師就是很慘地 因為他在香港沒有永久住所 所以被人激留了三星期才去審判 那時候我也記得我是五百元要擔保自己出來的 幸好是慶幸經過一輪調查 三星期之後上庭就審 有人證實了我原來一場誤會是無辜的 但這件事也給我一個很大的提示 就是你在錯誤過程也好 或者做什麼都好 其實最重要是守法 一定要守法 所以我現在公司基本上是 你說的所有法規我們都會跟著的 很多人說的NPF也好 什麼都好 很少的事情也好 我都要求同事第一步守法 先不要說那麼多 可能經過這件事之後 令你更加明白或者知道的創業 是要從守法開始做起最基本的事情 沒錯 會不會都經歷過這件事之後 其實是令到你家人 甚至你家人有沒有一開始就很支持你去創業 家人當然是反對 第一 他覺得你讀這麼多書 希望你做一個主要人士 找份穩定的工作 但是你做了幾年之後 你就說去創業 創業還要做一些在別人眼中覺得很基層的行業 體力勞動很辛苦的行業 餐飲業 作為父母 如果我反過來看 我都可能未必會贊成 兒子這樣做 也就是剛才說的那件事 就是野上官非 那段時間也不敢跟父母說 坦白說 直到大概 事情發生了半年之後 有些媒體上曝光了 被媽媽看到 媽媽才知道 那時候他都擔心的 但是跟他說那件事都完了 都沒事了 也說真的 在創業之後 那兩三年都擔心 兒子會不會餓 會不會生意不好 很多是顧慮的 但是過了大概 我想三至四年之後 慢慢看到 咦? 都未死得 還有兩餐飲飽吃下 有看到那些店舖 起碼沒有減少 起碼是有繼續增長的 那那個心頭大石才要放下 那我也想可能代替一些專業人士問一下 本身你讀開過一科 或者很多現在中產的一些專業人士 都是很難去放下 他們本身傳統的光環去重低造起 那這個其實是不是 一開始我跟你說 為什麼要別人創業呢? 都不要選擇飲食業 因為一來都真的辛苦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願意這樣重低造起 還有中間又遇了這麼多波子 那這個是不是其中一個原因 你不推薦別人剛剛開始創業 去碰飲食這一行呢? 我不推薦碰飲食 就是本身我自己不是這個行業出身 而貿貿然走進去是很艱辛的 就是跳進去一個新的環境 第二這個餐飲業牽涉的東西比較多 包括客戶服務有關理事 衛生環境有關理事 所有政府部門的法規 就是水務署有關理事 環保署有關理事 消防有關理事 你說得出的部門都關理事 然後財務人士所有管理也會牽涉到的 還要差一月用人是比較多 所以你一來 你已經想到幾十萬個問題 但是其實有很多行業是比較簡單的 可能牽涉的部門沒有這麼多 牽涉的人沒有這麼多 可能在創業界路途一開始 會不會容易些去處理呢? 加上其實創業現在的成本不輕 現在的成本一點都不輕 所以大家會不會願意扔一塊錢出來 沒有這個風險去做餐飲的創業呢? 所以你問我餐飲有沒有三私呢? 現在我想問一下 疫情之下大家都很關心餐飲業的發展是怎樣的 其實你現在目前的金技冰室經營的狀態 是不是依然都保持著很好? 餐飲業就坦白說是水深火業之中 有時候我會跟朋友說最近有沒有好一點啊? 我跟他們說我從來不會用一個好字在疫情形容的 我只會跟你說沒有那麼差 那你說現在的狀況是怎樣呢? 餐飲業就是剛才說的水深火業一定的 我只會跟你說 我有時候是用癌症這個例子去比喻的 可能很多大型的中式酒樓已經去到第四期了 的尾段 我們可能是在第四期的第一段 我可以這樣形容 大家都是慘的了 那掌載你是什麼餐種 去到有多慘的 還是沒有那麼慘的 那你現在是想到有什麼方法去救網呢? 開完截留啦 所謂的開完都開不了多少 只不過像今天這樣 六點後就這麼堂食 唯有在外賣上的平台要做多些功夫 外賣的宣傳 各出其招 我想大家現在去買外賣都是時候了 因為現在的外賣真的很便宜 不只是說小弟公司 我想大家去外出看到不同的海報 宣傳都是很便宜的 大家都各出其謀去搶客的了 第二就是在成本控制方面 聽我經常說是 餐飲的錢不是賺回來的 是省回來的 你省到1% 已經對你整體的盈利 已經有所提升 變成在食物成本 人力成本 和租金成本上 透過這個疫情 看看有沒有所調控 明白 會不會在飲食業成功的其中一環 就是要省成本 我想很多生意都是 尤其是餐飲業真的是 你要一間餐廳 突然有爆發性的盈利增長 絕對不容易 我想你看樓下的餐廳 長期就多人多人 長期少人就少人 不會突然間沒有人變有人 或者有人變沒有人 很少的例子 變成了生意額在近乎不變的情況下 那你怎樣可以增加你的盈利呢 無非就是透過成本控制 那你現在有沒有考慮一下 怎樣用什麼方法去折留 譬如有些真的會選擇去結業 但你自己有沒有想過用什麼方法 還是你覺得都真的要 沒有開那麼多艱辛 還是怎樣呢 折留有很多方法 其實我剛才說的人員成本的控制 譬如大家每個部門的人手 是不是需要這樣規劃呢 大家的工作時間 是不是需要這樣規劃呢 或者不同的工種 是不是需要這樣做呢 我覺得結業 是一個非常無奈的方法 很多時候不是老闆想 是一個現實的 但是我自己這樣看 疫症 我覺得始終有完結的一天 如果大家都要生存 要生活 要做生意 要營商 始終都用一個積極樂觀的方法 態度去面對 其實你怎樣看 疫情 大家可能都感覺到 其實還未這麼快會完 包括可能下年前半年 應該都未必很樂觀 其實你怎樣看 餐飲業未來這一年 應該要怎樣用什麼方向去折留 餐飲業 疫情與否 其實我們餐業都有一個趨勢 就是盡量做一些輕食 用人力成本比較重 其實你很少看到 突然間有一間 大型的中式酒樓 由一些新生代去開業 因為這些始終用人吃 用人比較重 和比較傳統的 未必太適合 現在香港人工這麼貴 租金這麼貴 的情況 就算你看到很多大型連鎖集團 都開始開很多負線品牌 而所謂的負線品牌 大部分都是輕食類型的 即是用人比較少 菜種比較簡單 你打開餐牌 不會有100種食物 可能只有20款 30款 變成它在人員控制 和租的地方上 便容易控制 那你這樣說到 我會想到 會不會有很多 用了機器去代替人手 即是看到有些餐廳 之前都暴露過 要用了機器去代替 適應去送餐 未來也會不會有這樣的趨勢 可能你們的餐廳 也會考慮到 用多一些機器去代替 或者自散人手 我想我會用電子化自動化 這兩個形容詞 那你說會不會真的 長遠省到很多人手 我未必會說這句話 但是反而會令到效率 和精準度會提高 我打個比喻 像我們公司 我們餐廳那樣 我們在今年年初開始 慢慢全線 用QR Code電子自助下單 那你說整體的人手 是否真的省了很多 其實是不會的 但是反而是所有客人 可以透過自己的手機 直接下單 其實那個錯誤是減低了的 以往是有個試應 去到你那裡 夢凡你吃什麼 那我就寫低了 我寫低完再去 下單機再下一次 其實就有雙重的錯誤出現 但是現在就是客人自己直接下去 變成那個效率和精準度會提升 反而不是從怎樣去精簡人手 而是怎樣幫助員工下單 或者他們做事更精準的度 沒錯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擔心 參與當然現在的情況不樂觀 擔心AI會代替了很多這些基層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你的想法是會比較特別 但是抽身來看 當你不是任職業 你看到現在的環境 你覺得哪些類型的創業 是比較適合低成本 以及一些比較年輕的去嘗試 特別一點的行業其實我就不敢說 反而很多時候朋友都問我 這個時候適不適合創業 我會這樣說 好景的時候 大家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成本高 人才不夠搶不夠人爭 現在經濟差了 那又有些優勢在那裡 大家看到急鋪多了 選擇會多了 租金相對會下調 第二就是聽到失業率高了 接下來畢業生都會頭痕 那代表什麼 在人才方面的供應 是不是多了選擇呢 這個對創業是否一個優勢呢 第三就是 既然在就業市場 這麼難找好工的時候 你創業的機會成本又降低了 那觀乎上面三點來講 其實會不會今時今日 可能比五年前六年前更適合創業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有什麼工種大家適合去創業呢 我不敢特別說哪一兩 因為每一項都有風險的 但我官乎現在很多朋友 就是online就走不走的了 包括很多 好像現在我們處身做這個直播 其實不是疫情底下 那個直播那個行業事業 就是無論真的賣東西也好 或者做很多叫做seminar也好 都不會這麼蓬勃的 就是我 我有個創業家商會 有個會友也是 他原本就有個場地設置了 其實疫情底下 反而幫了他 去接了大量直播的工作回來 很多朋友就做了網商 就是原本做傳統零售的 就做網商 原本做可能做維修的 我都說可以做網商 直播做賣東西 但反而有生意 我也知道 我也明白 可能疫情之下 真的有危就有機 但是你有沒有 從你自己的行業來看 餐飲業 你會不會看到 都有一些雙機 你是可以捕捉到的 還是真的比較難 對於餐飲業來說 餐飲業 其實這次疫情幫到我們一把 就是大家同事 願意多了接受科技 包括什麼 我們整個行業都是 以往大家就現金交收 現在就開始多了電子支付 其實是疫情趨生出來的 以往我都沒有想過 在我們傳統的餐飲行業 我的同事肯用Zoom去開會 去用網上的平台開會 以往我們什麼都是面對面的 甚至我們每月公司 可能要開個大會 都是幾十人 一百人上來開的 但疫情之下 大家反而願意接受 我以往都不認識 但現在大家肯拿著手機 學一下怎樣用一些工具 去說話 去表達到自己 但是大家會覺得舒服 以往大家 尤其是我們傳統的行業 那些同事的電腦都不想用 突然間你給他Apps 他都覺得很神奇 但是在疫情下沒有辦法 另外就是整體公司 電腦系統的提升 以及在分店的流程提升 其實都是在疫情之下 令到我們有很多電子化 科技化等等 你說有危有機 也看到科技在現在的疫情 改變了很多行業本身的模式 你不說了 我都不知道原來一些傳統行業 都已經在用這麼多科技化的東西 最後一條問題就是 如果讓你再重新去選我 你會不會再選飲食業 作為你創業的一個路徑或方法呢 如果再讓我選 坦白說 我也是說一句 飲食業真的很辛苦 但也有它的滿足感 我可能會用另一個方法去進入這一行 但我依然可能會選飲食業 純粹因為你真的很喜歡吃東西 喜歡吃東西 有什麼情意結 喜歡吃東西 還有你每開了一間新店 你的滿足感在 包括你看到客人 去對你的品牌的讚賞 甚至批評也好 批評也有它的好處 為什麼呢 證明你那件事有人用 有人看有人吃 有人留意才有批評 所以無論讚賞也好 批評也好 都能帶出滿足感 還有可以經營一個品牌 其實我想對很多重商的人來說 都是一件挺享受的事情 明白 凡凡凡凡去建立起一件事 然後受到人來讚賞這一種滿足感 我相信是很多想創業的朋友 他想得到 其中一個動力去支撐他們創業的原因 其實我也覺得很開心 请准备了准备的饮食行业 虽然遇到很多挑战 但科技或疫情改变了很多模式 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东西看 一定会过到这个难关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请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